大家好 我是叉子 这个村子是个新农村 这里是我们芙兰成州 荷叶平村 这个村子就是我姑姑的家乡 我姑姑的房子就在下面 是个半年 过来看一下我姑姑 看着这个就有点怕 这里下去就是我姑姑家了 姑姑 你到我里面吗 有了这么多鸡 你看我姑姑养的土鸡 养的好好 好啊 来 姑姑 姑咪给你哈 姑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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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咪忙碗 姑咪忙碗 哎 回来过来啊姑姑 不用煮饭 不要煮饭 不要煮饭 还早咧 还早 我们来这里看你一下 咱们要煮饭 估计说要跟我们煮晚饭吃 现在还是下午三人钟 还早咧 估计 三人钟 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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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咪啊你这里菜园子种了这么多菜 我去看一下 我看有什么小菜 还没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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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菜园子 那边咯 那边有些什么菜 这个是白萝卜 这是蜂菜啊 哦 蜂菜呢 哦 哦 估计种了这么多菜 你还种了一些香葱 嗯 楼里面还有 在那边 这里就是韭菜哈 不是小麦哈 哎 估计啊 那个河里面还有没有鱼啊 现在 西河里面 鱼啊 鱼里面有多个钓鱼啊 也有人了 鱼里面有多个钓鱼 我们想去钓一下鱼看一下 那也不是一个钓子 对啊 我有那个鱼线 我们拿着这个就叫鱼线 哎 姑姑 你这个水就是从家里抽出来的吗 好好好 哦 我拿钓鱼 那个管子从家里接了个管子 然后直接扯到这个菜园子里来 这个也方便啊 不用去去当水啊 嗯 平时呢 也就是我姑姑一个人在家里啊 打理这些菜园子 然后养养土鸡 种种菜 走 我们去钓鱼吧 有鱼啊 哎 哎呀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太长了一点点 看到没 看我这个杆子啊 还是太长了一点 我再砍一截出来 你看这么长够了啊 刚刚好 你在干啥呀 挖到了挖到了挖到了挖 什么东西 休息啊 哎呦 不错不错 这个天刚 要找一条 再多挖一点 再多挖一点 好难找啊 多挖一点啊 好难找找不到 这挖了两根可以吧 嗯 应该够了吧 哎 那里有一条 这么多 这块土好肥啊 是好肥啊 准备出发钓鱼去 一只小船 来过来看一下我这个鱼钩哈 这里两个钩子哈 上次在交易器的时候买的 本来是买哈 去去阿哥家里带鱼的 结果阿哥那里姐夫有一个鱼杆 所以就还没用过哈 把这个里面 把这个接头上 好 OK 等一下 把那个鱼泡给 搞一下 还有个蚯蚓呢 这里呢 爬出去呢 这个是 跌大鱼的哈 看这个蚯蚓 哎呦 好恐怖 哎呦 好了啊 我鱼泡呢 哎呀 我的鱼泡都下去了 快断了 你长高一点 哎呀 这鱼泡不行啊 它不是有 倒了一点 它沉下去了 大肥蚓 啊 行不行吗 不是不是不是 鱼泡应该好帅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这边上有没有 那里去 哪里 这个地方没关系啊 这个地方没关系啊 那里去把它开了 看情况可以钓一条鱼啊 这边还不来啊 那个场地太脏了哈 我们在前面那里干净的地方去钓吧 走 这边水干净来 在这边点吧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鱼怎么夹到 这个搞鬼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搞鬼搞鬼 你这是干什么鬼啊 哎呀 身高一点你可以了吧 应该 挂住了 哎妈呀 挂住了 哎呀 终于搞下来了哈 这个 位置的树 太矮了就走 还是放个地方吧 我前面去 这里可以 好了 我们就来这里钓吧 开始 甩杆子 你别笑 我的鱼上来了哈 哎呀 火车又来了 哎呀这个叫鱼啊 要有耐心啊 耐心点不当啊 哎 你来试一下吧 我 在干嘛 我钓了半个小子没钓到 哈哈哈哈 你来试一下看能不能钓到 来 拿着都跟鱼干哈 你站在那里舌的都跟鱼干哈 等下就算鱼了就钻我哈 我去旁边 我去旁边跟那里看一下那里有没有西瓜麦哈 哈哈哈哈 好了哈慢慢钓哈 哎 这个西瓜 有是有啊不是很大啊 来看一下 西瓜是有的哈 很小一个的 可能是大的已经摘掉了 然后要圆着这条小小路啊一直走到前面去 然后再挖进去 差不多有一两公里吧 还是不去了吧 好了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珍珍有没有钓到鱼哈 珍珍 钓到鱼没有 还没钓到 一半个小时了 啊 钓了这么久还没钓到 你好意思吗 你这个 你这个回东西包到鱼 这个是土方法哈 我小时候经常这样钓鱼 对啊 一钓一个准啊 这个感觉重 我好想给你一脚踢你下去 哈哈哈哈 你在这里 那没西瓜麦吗 那个西瓜都烂掉了 没有啊 里面都是一些小西瓜 哎呀 算了吧 补掉了吧 你看 不知道防火不使心了哈 这鱼那不容易 那咋搞咯 你这个鱼杆好专业啊 哈哈 还重了一点 下次我去买一根吧 你这个鱼仔子都钓不到我之前不干净 这里蛮有鱼嘞 有鱼 我们这么专业的人都钓不到鱼 你还说有鱼 是吧 有几个像我们这么专业钓鱼的 哦 哎 什么 手拿出来 手拿出来就插在那个鱼里面就可以了 就把那个钢子放在那个水里面就行了 那个鱼泡等一下飘动的时候再拿杆子 拿杆子的时候一定要快知道吧 所以说你一点都不专业哈 专业人是教你你不信 哈哈哈 放下来吧 放在那个水里面就可以了 哎呀 哎呀 你钓这么大的鱼 哎呀呀呀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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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掉了 这个线都丢掉了 丢掉了 丢掉干嘛 发了钱买的呢 好歹也发了个五块钱了 哈哈哈 什么鬼用 拿回去给你姑姑下次钓鱼 你好 阿姨 你好 哈哈 上部啊 哦 这个河里面有没有鱼啊 有啊 有啊 我钓了一个虾我都没钓到 哈哈哈 有啊 放鱼 我是用这个蚯蚓钓的 没钓到 鱼也 也可以 是啊 钓了好久 没钓到一条 连小的都没钓到 哈哈哈 你拿个杆子可能不行啊 哈哈哈 好了 走了阿姨 好 不咳 哦 怎么了 不哦 顾姐 你不要咬菜了 还估计 好了好了 你还估计要远 不掉了 不掉了 我就肥开了 估计说小一点好吃 估计说小一点好吃 估计大点好不好吃 估计大点也可以吧 好了 到估计家里拿三个南瓜 拿回去自己炒着吃 刚刚我姑姑把饭都煮好了 准备炒菜了 然后我们那边有点事情 要过去一下 所以今天就太晚了估计 就飞去 下次再来看你了 下次来就给菜了 对 那些青菜到时候留的那个苗给我 好嘞 好嘞 我拿回去 送到我老婆老家去 好 姑姑 你在家里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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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不要送来 好嘞 我不过来 来 再见 再见 拜拜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北极视频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祝不起来 поступ走 ciaー 发名 那天